第三的氣體 一般我們都採用排水及氣法來蒐集氧氣 使用這種方法主要是依據氧氣的哪一種性質 上課的時候提過 能夠用排水及氣法蒐集的氣體 是要利用它本身難溶於水略溶於水且不汗水作用 這跟它的含量多少沒有關係 跟它是不是具有可燃性或祝燃性也沒有關係 跟它是什麼樣的顏色氣體也沒有關係 純粹就是它難溶於水略溶於水且不汗水作用 所以第三次氣體問我們說 使用這種方法主要是依據氧氣的哪一種性質 我們答案選的是B氧氣難溶於水